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苏目挺进 拉开一段距离之后牛头往前顶 牛头开大招 牛头这边找不到机会二连 牛头有点小过 再一个睡 睡到Piece Piece这边一挺住 叫牛头闪现二连 直接把UniBank给击杀了 但是奎门伤害也很高 且战且断回头甩头甩死了 再闪现即吸入Loken 奎门这边在跳没有被飞行带走 有个点燃 A蛤蟆回血终于是倒下了 但是后面 现在残局是三打二 奎这边交一个穿越闪现 最后还是被Zoom给收到人头 再度要进入一个双方 打野拼惩戒的时候 都是13级 咱俩惩戒一样 看一看吧 我的天 这个瑞尔 直接大招再接一层去开四个 但是另一边 蓝色方这边 韩世卢先要先行阵亡了 真正比拼打团的时候 AOE控制红色方 拉得太多 瞬间形成反打 Lite也没有办法 挡住四个人输出伤害 最终最终 由红色方送进 打了拨一换次 阿隆巴夫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继续去推塔 这波再回来的话 这个塔可能会掉 那波直接看瑞尔 直接看到两个的小胖跳出来了 第一线矮王帝有点危险 看着一个大招往后拉 那瑞尔先倒 卡牌直接飞到了后面 亮的一张牌在等 定谁 先定一手黄基 海克最后中间坐住 所有技能给黄基 黄基瞬间被秒了 那人怒气70% 身上被套了一手虚弱 暂时还无法提供后续的输出 卡牌一波WQ 这波卡牌的绕后是立功了 同时奥拉夫一个斧头 减速到米奎 金克斯跟上减速 但是没有后续追击的可能了 红色方且战且走 配合着大龙Buff 还是A位不错 阿斌超远距离 想拉一手 先给W再接二段一几 金克斯射到那儿之后 红色方两个射手 分开逃窜 但是蓝枪走不掉了 还是吃到这手W 金克斯WQ 再射三枪 三杀再手 减勒